老師告訴大家 這就是麥德飲食的原則 他是綜合的dash飲食 德蘇飲食 降血液飲食 跟所謂的地中海飲食的 兩個綜合體叫做麥德飲食 那麥德其實叫做麥德 MIND就是腦的意思 那他的原則有五藥跟五步 然後五藥第一個 每天至少三份的顴骨類 就是你每一餐一碗的顴骨根莖類 也可以吃地瓜也可以吃芋頭 那搭配一份的綠色食物 那可以的話是沙拉 跟一份的各種蔬菜 但是他強調一定要一個深綠色的 那另外一個綜合堅果為零食 就是一個湯匙 不種但不要那種油炸花生 什麼鹽酥花生 就是沒有調味的綜合堅果 那豆類的食材 就是每隔一天攝取一次 就不同的豆類 不要就有台灣 我們提醒觀眾朋友 我們不要只有想到黃豆這件事情 了解 永遠都是黃豆 還是豆類真的非常非常多 所以盡量豆類豆莢類 每隔一天吃一次 那加芹類跟梅果類 他比較強調的是梅果的水果 一般的飲食不會強調水果 但他特別強調的是 梅果類每隔一周要兩到三次 哇 這麼精準 對 所以我自己也是因為這個原則 也是盡量能夠吃到梅果 那你不要想到很貴 貴什麼什麼藍莓 蔓越莓 那麼什麼覆盆 那很貴進口的東西 其實台灣也有寶貝 洛神花或者是桑聖 這些都是梅果類 那最後就是魚類的部分 一周大概吃一次 青貝的魚 就是DHA比較高的魚 今天教的這個叫做紅扁豆 是它嗎 對 這個叫我今天做這道 叫香燉番茄紅扁豆 因為紅扁豆也是被美國 一健康期刊 歸類到世界五大健康食物 那它的做法 為什麼會推薦它 它非常簡單 為什麼 所有的豆類 觀眾朋友如果煮豆類都知道 要泡水對不對 黃豆你是不是要泡一個晚上才能煮 它不用泡直接煮出來 紅扁豆直接煮出來 這個現在超市市場也都有很方便 那你就可以加一點 各種辛香料的蔬菜水果 那個原則蔥薑蒜 那加一點那個碎肉 如果吃素就不要加碎肉 如果吃混蛋加一點碎肉 你把它炒香之後 就可以搭配像這個麵包 把它塗上去就可以吃 或者是做成所謂的 賣的版本的肉粗飯 肉粗飯 肉粗飯